不是啊 剛開始小卡詞 各位就直接馬上寫新聞說 他剛開始覺得失誤 我覺得是太嚴苛了吧 不忍心反反被批評 樓俊碩為購物節站台 以面對女友交反反 首次擔任金鐘烘攤住室 發生卡詞的情況 樓俊碩表示自己也很緊張 我也是全程看到我 然後我感覺到 他在上面很緊張 然後我也很緊張 這對他來說 真的是滿大的責任 然後也很辛苦 他也準備了很久 他的確在那個 剛開始的時候有點小卡詞 可是 不是啊 剛開始小卡詞 各位就直接馬上寫新聞說 他剛開始就失誤 我覺得是太嚴苛了吧 我覺得他一定有很大的壓力 然後當然是 他那天也有越來越好 當然有很多的進步空間 可是我覺得 他可以順利的完成 他這一次的紅燈組織 我覺得就已經很棒了 那你之後有想說 他完成這麼認真總大 有沒有要犒賞他 帶他去玩啊 他已經準備好 要犒賞他自己出去玩了 所以沒有帶你嗎 沒有帶我 因為我前日去新加坡 也沒帶他 雖然小兩口還沒一起慶功 不過看見 煩煩順利完成任務 心裡一定滿是驕傲 而日前樓俊碩擔任好友 周星哲演唱會嘉賓 大方在台上祝賀 對方求婚成功 也透露自身於煩煩的進度 幹嘛 人家結婚了 你現在今天是來亂CUE 是不是 沒有啦 我這邊要講有一點誤會啦 就是其實我也有一點緊張 我要說他要結婚了 因為他已經求婚成功了嘛 對啊還沒啦還沒結婚啦 據我所知是還沒啦 那我就是受騎的 你說我嗎 嗯 就是順其自然啊 對不對 就是不急嘛 先看一下他們結婚狀況怎麼樣 看別人 看別人的婚禮辦如何啊 就有一點經驗嘛 對啊 現在凡凡是有共識的嗎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共識 對 那現在還有問題想要問題 有啊 還不求婚嗎 過送十一買個婚戒嗎 十一可以買耶 沒必要這樣子吧 當然這樣子是會比較優惠啦 可是不急著這樣 雙十一買吧 雙十一有很多東西可以買好不好 不著急不著急 看到了俊瘦和帆帆能互相扶持 相信這份輕易比什麼都還重要啦 完全娛樂全屏幕報導